皇太急着突然死亡,让他的长子豪格集团与多尔滚集团突然间陷入了一场争夺大兴皇位的战斗。 但奇怪的是,当硝烟散尽,坐在大兴皇帝龙椅上的却是一个年近六岁的小皇帝福林。 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连海老师为您揭示多尔滚争夺大兴帝国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讲,几连海老师说道,苦心经营十七年的多尔滚,终于在1643年9月21日,皇太急突然死去之后,得到了一个重新夺取大兴皇帝宝座的机会。 而这一次,他的主要对手是以皇太急的长死豪格为首,索尼、敖拜等八个重要大臣辅助的政治集团。 面对着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皇位争夺战,多尔滚会怎样应对呢? 在大兴开国史上,第二次皇位争夺将会是怎样的惨烈与血腥人? 但奇怪的是,历史又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最终登上大兴皇位的不是豪格,也不是多尔滚,却是庄妃的儿子,年仅六岁的芙林,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那么,如此戏剧化的街区,为什么会出现呢? 在这其中,多尔滚与庄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济连海,将为我们再现大兴王朝宫廷中,这一次更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并从中揭示多尔滚,争夺大兴帝宝之名。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黄太极死后不及,那索尼,敖拜,图赖,托尔格,拜音图,赫洛慧,谭太,冷增基,这八个人呢,诸位,这八个人,那是两皇帝中的杰出人物。 这八个人,一起就集合,带领着好几十个,也是三旗的各个牛路的首领,直奔 豪格将,企图策划,豪格为地。 在豪格的授意下,上述八人,插学为盟,结成八败之交。 八个人,同城兄弟,在豪格的授意之下,这八个人,前脚出了豪格的家门,后脚就跑到了正亲王吉尔哈朗的家。 既然哈朗对他们热情寒暄之后,表示,我肯定会支持皇上的,儿子的,你放心。 不过呢,还要争取,多尔滚的同意。 这八个人一看,没戏,算了,走吧,这八个人就出来了。 把他们的动向我们放下不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多尔滚这边,谁都清楚,这是战争之前的最后一页。 现在已经到了9月25号深夜,在多尔滚家也在上演类似的一幕。 阿基格,多尔滚的哥哥,多尔滚,多尔滚的弟弟,和两白旗的所有的高级官员,高级将官,还有极个别的居然,两黄旗的官员,还有一个蓝旗的官员,都集集在多尔滚家,都给多尔滚跪着。 明天你一定要当皇上,我求你了,这里面居然还有李前王戴善的孙子。 多尔滚本人再没有比多尔滚更想当皇上的了,他太想当皇帝了。 但是,多尔滚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不愧为一个瑞兹,他知道,我要当皇帝,但是绝对不能到了什么双方打起来的地步。 但是,当他得知,一算去,哦,我三个旗,加在里四个旗,我四比三啊,即使那边都跟他嘛,我也是绝对优势。 大家别吐了,咱明天早上开会啊,这事早晚也得办,是不是? 明天早上天一亮,咱们在重庄殿集合,开会,去忙去忙,他主动召集会议。 这一夜,是豪格集团与多尔滚集团调兵遣将的一夜。 想必他们两个人谁都难以入睡,这一夜,对于年轻的大兴王朝来说,也是不眠的一夜。 明天早晨,当血红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宫廷里究竟会有怎样惨烈的一幕呢? 我们说第二天早晨,9月26号凌晨,一行其人,陆陆续续就进入到了会场。 这个会场,在今天沈阳故宫的重正殿的东厢房,正房得停尸天,在东厢房,一行其人,鱼贯而入。 多尔滚走在最后一位,进到会场以后,会议在即将开始的一刹那,多尔滚主持会议啊,他刚要说话还没说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豪格一派的两个人就站了出来,一个人是敖拜,一个人是索尼,两个人跨前一步说。 丽皇子,多尔滚冷言着看着他们说,靠边站,这是亲王和晋王,我们七个人在开会,你算是什么东西? 滚了出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出去,就把这两个人给撵出门了。 虽然说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尔滚把人赶了出去。 这个时候,多尔滚说,李亲王,您岁数最大,您资历最老,这里面只有您过了六十多岁,您主持会议吧。 李亲王说,那我就主持会议。 好,坐在主席台那儿,双方发言吧,到底还是多尔滚的弟弟,那自己第一个上前就发言。 立我哥了,这就得我哥哥当皇上,我哥哥那年就应该当,就没当,这回轮也该轮到我哥哥了,谁有什么反对意见,朝我说,就得我哥哥当皇上。 多尔滚说,别啊,你别那么说,咱们开会了,你好好的,你先待会儿说行不行,你不想当,那就立我。 当年太祖遗诏里头,好几个人都能当皇上,里面也说了我了,我也可以当皇上,你要不当我当,反正这皇上得反加上当。 多尔滚说,下去,光你在那个太祖遗诏里呢,肃秦王也在太祖遗诏里,肃秦王是好,你我肃秦王都在太祖遗诏里,咱们都有权,咱们是平等的,你下去,别瞎说。 多尔滚这个时候,直接就把矛头指向郑秦王,我说郑秦王,您是什么想法? 郑秦王说,我主张立皇子。 多尔滚说,李秦王,您呢?我也主张立好哥。 这个时候,多多又说了,别,要不然就立我们俩人,我们俩人要不立,那就立您,您当皇上吧。 就李秦王说,别别别,别立我,我到六十多岁了,先皇五十岁就死了,我六十岁了,你让我五十岁死了,让六十岁的人当皇上,你见过吗? 我老了,我就给你们主持会议,别的,我就问结果,我不问经过,你别,谁也别说我。 这个时候,李秦王说,你要非问我,我干着你,我就主张立好哥。 当时,好哥一愣,我这有三个棋,两个红棋也支持我,五个棋了,八个棋,五比三了。 哎呀,上下郑亲王也主张立我六个了。 此时此刻,如果您是豪格,面对胜券在握的桥啊,想必您也会谦虚一下。 在真实的历史上,豪格也确实说了,我扶少得宝,不能做皇帝之类的话。 那么,在豪格故作谦虚之后,多尔滚兄弟会有何举动呢? 这个时候,多多又说了,谁想立你,你不先问问大家,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 你就是不应该当皇上,你就是扶少得宝。 在这个时候,当时,这个豪格呀,特生气,就坐在一边,置顾置顾不说话。 但在这个时候呢,两排气不相让,但是我们说门外的两个皇旗的人呢,一看,自己的主子受了委屈,马上跨前一步。 如果不立先皇的儿子,我们今天就血尽,从政殿。 在这种情况下,李清王戴善,张嘴说话了,我老了,你们立谁都行,这个会我不主持了。 我谁都同意,回家了啊,你们选完了皇上,告诉我一声,我给皇上磕头去。 人李清王走了。 李清王这一走啊,阿继格也走了。 阿继格,多尔滚的哥哥说,我就这一句话,除了利我们家哥们,我谁都不同意,我这话撂着,走了。 阿继格,这个时候,老谋深算的基尔哈朗,说了一句话,我看,咱们这样吧。 豪格说他不愿意为皇上,他说他俯少得伯,大家也同意这种观点,那就,他就甭当了。 但是呢,大家的意思,我看是非得利先皇的儿子,先皇的儿子有八个,除去豪格那七个,我看,咱就利福林好不好,利五岁的福林好不好。 利清王,您的意见呢,多尔滚的意见,我们先暂且不提。 现在的问题是,这郑亲王打的什么如意算的,他为什么呢? 他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想到的是,化解危机,要拿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人来。 那么双方都认可的人,既不能是豪格,也不能是多尔滚,提他们两个谁都不合适。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提一个小孩,双方都能接受。 在这所有的小孩当中,您讨历一下也是,只有是贵妃,妃子和贵妃的才有资格,数妃普通的偏妃,那不能算。 就两个孩子,一个是庄妃的,一个是宜庄大贵妃的,宜庄大贵妃虽然说,规格上比较高,宜庄,这妈呀,嫁过两个男人,让人听着,不好听。 不如庄妃,庄妃呀,她毕竟是原庄的呀,就一直,十二岁,就跟了,黄太极,而且是黄太极最为宠信的,提他。 双方能接受,蒙古人能接受,满洲人能接受,我也能接受。 所以,这是当时郑亲王,郑亲王想,我还能得着便宜,我提出来的吗? 我有用力之功吗? 所以他一想,我提出这个呀,肯定他们都得同意。 结果您猜怎么着,他还真想对,多尔滚一张嘴就说,啊,我同意您这观点。 这个肃亲王啊,他说他福少得宝,我也觉得是这样,也不适合当皇上。 您提出这个人呢,福林,当皇上比较合适,名字也好听,福林,哎,岁数比较小,但是,这样吧,由郑亲王和我,两个人监国,辅政。 等孩子大了呢,等皇上大了呢,再还整于他。 大家还有问题吗? 多多,他一想,这是我哥哥说的,那就算了。 豪哥一想,福少得宝,这是我自己说的呀。 哎,这是我弟弟。 没意见,没意见,咱就散了,给皇上磕头吧,等着准备准备,给新皇上磕头去吧,散会,散会,散会,这会就散了。 问题在于,正亲王的想法,我们清楚,问题在于多尔滚是怎么想的呢? 他为什么不称帝呢? 他不称帝,他为什么要支持福林呢? 他为什么非得让福林呢?当皇上? 难道他真的跟福林的妈妈,庄妃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他如何面对着众多的反对者呢? 我们稍事休息,随后再讲。 刚才说到,皇位争夺战最终以庄妃的儿子,年仅六岁的福林,登上皇位而告终。 但问题是,以多尔滚的实力,他完全可以坚持夺取皇帝宝座。 但为什么他却激流勇退,没有称帝,反而支持福林当皇帝呢? 难道是多尔滚与福林的妈妈庄妃有什么事情吗? 多尔滚不称帝,最主要的有两个月。 一个月,他的兵力不足。 不足什么不足? 我们刚才算了,多尔滚,两个白旗,六十五个牛鹿,豪额,三个旗夹在一块不就六十一个牛鹿? 足啊,足什么呀? 您算一算,六十五个,六十一个,最后双方都打完了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欲望相争愚公得利啊,最后再让郑清王,再让郑清王借着哈朗或者李清王戴善这帮老家伙们夺得了。 那我就吃亏吃大了,我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我不去做。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再说了,我的野心他大去了,统一满洲八旗,当皇帝,这是最小的一个目标。 灭大明朝,灭李自成,灭张宪忠,灭这个,灭那个,统一整个中国。 这才是我心中装的事,我哪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火兵啊,我太傻了。 这是他的第一点,客观方面,兵力不足,为了避免内讧,主观方面就是目光敏锐,志向高远。 在这方面呢,我们说,他心中装的,我一定要超过我的父亲,诺尔哈赤,也要超过我的哥哥,黄太极。 我要把这个江山迅速的平定下来,我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所用。 最终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任务,我现在的任务是,占领北京,迁都,灭明朝,灭李自成。 然后那个时候,当一切我的功成名就以后,这皇上,我不是随时想当就当,这小皇上,我想灭他还不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正是由于,他的雄心壮志,成就了他的伟业。 与他相比,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大明朝。 大明朝灭亡了,崇祯帝上吊了。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明朝已经灭亡的情况下,那几个姨子姨孙那儿,还前后立了好几个政策,还跟那掐呢,我是郑宗,你不是郑宗,不去跟别人打,反而内讧。 你说这样的朝代,他能坚持几年? 我们再反过头来,再说李自成,再说张献忠,两个人一前一后撑了地,张献忠已经进了四川,李自成也想进四川,俩人居然在四川打起来了,放着后面的大清朝的追兵不打,两拨人掐起来了,我是皇上,我是皇上。 您说这样的人,您说就在当时的情况下,崇祯帝,李自成,张献忠,多尔滚,这几个人您去查一查,前后这几个人不差十岁,您去看, 这些人,谁能够由多尔滚那点算计,谁能够把天下大事装在自己的心中? 现在我们要回答的是,多尔滚,为什么要立弗林为敌呢? 他为什么同意郑清王,既是哈朗的意见,去立弗林为敌呢? 这个方面,应该说,原因有如下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以退为禁,摄政成王。 一提到多尔滚,利弗林,很多人就会产生一种误会,就会把,马上就会把那种全身心的精力,就盯到是一个什么问题上? 多尔滚,别跟庄妃有一腿吧? 肯定是,要不然干嘛支持啥呢? 诸位且不想,利弗林不是多尔滚提出的,那是郑亲王劲儿哈朗首先提出来。 这个时候,您要说多尔滚,跟福林的妈妈,庄妃有点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 我不大同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这个时候有什么花边新闻。 没有,最起码这个时候,他们之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什么也没有。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多尔滚,他的想法啊,太简单了。 既然,当皇帝,他当我不愿意,我当他不愿意,咱们各退一步的条件下,咱们就得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这个合适的人选,最好是一小孩子,而福林呢,恰恰又小。 而福林这个人呢,当时郑亲王劲儿哈朗一提,他就同意,为什么? 他也清楚福林的特殊地位。 去立福林,双方都没问题,这些小孩子,我能当摄政王? 而且去立福林,还能够争取满猛之间的团结。 这是太当务之急了。 只要争取了满猛之间的团结,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了,我们还要灭掉大明朝了。 所以这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一种选择。 支持立福林的第二个原因呢,也就是他避免内讧,固权大决。 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 他首先这个大决是什么呢? 就是满洲人的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他绝对不可以让豪格当皇上,也自己也不能当皇上。 让年幼的辅政,我既可以达到满洲人内部的团结,也可以达到满猛的团结,我就可以灭掉大明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接受了基尔哈朗的意见。 基尔哈朗呢,他更高兴了,他提出让福林当皇上,他就是有他的想法。 他可以占官,原来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努尔哈什他们家哥俩,我们这只,在这朝廷中什么地位都没有。 认人宰哥,这回从此以后,我们舒尔哈奇一致的人崛起了,我们舒尔哈森树了,我们可以也当辅政王了。 这个江山有我们,这也摘了一半了,我从此以后可以扩充我这个蓝旗的势力了。 他也想着他那侄子呢,他代表着他们那个家族呢。 所以他也高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多尔滚立福林为地,不但达到了整个满洲人的团结,而且还达成了满猛的团结。 下一步的任势是,如何处置当初拥立多尔滚的人,和当初拥立豪格的人,也就是如何处置双方的反对者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之后再来看看。 刚才说到,多尔滚为了以退为进,摄政称王,拥立了年仅六岁的福林为皇帝。 但实际上,多尔滚已经逐渐掌握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那么,此时的多尔滚回过头来,又会怎样处置他曾经的那些对手呢? 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处置阿达里,和他的伯父朔托。 朔托是李亲王戴善的二老子。 阿达里是李亲王戴善的孙子。 这两个人,在九月二十六号的皇位争夺战中,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多尔滚一边。 那多尔滚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处死这两个人。 怎么回事呢? 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历史上记载啊,是这么记得。 他说呀,这两个人,看到新的皇上不是多尔滚,就想发动政变。 杀掉豪哥和新皇帝,强行拥立多尔滚为帝,历史上是这么记得。 结果被他们的家长,李亲王戴善发现。 戴善大义灭亲,马上向多尔滚告发。 戴善向多尔滚告发了自己的儿孙两辈的作为之后,把这两个人压到了多尔滚那儿。 多尔滚下令将这两个人处死。 事情真的会这样吗?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历史啊,是由胜利者书写。 我对这段历史表示怀疑,而这段历史呢,也恰恰是清宫内部众多遗案中的一个。 就是阿达里之死,这是一个谜。 关于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将来,讲完了二十四尘之后,再去考证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朔托和阿达里之死表示深深的怀疑, 多尔滚为什么如此做? 有没有多尔滚借这件事除去正红旗,除去两红旗的势力, 削弱两红旗的势力,来报恩多年前那场仇恨。 自己本来应该当大汗,结果被戴善出卖。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将来呢,再去考证。 这是第一,多尔滚的第一招。 多尔滚的第二招,就是分化, 瓦解两皇旗大臣。 说到两皇旗大臣,我们又想起了当年那八位。 全力以赴支持豪格那八位, 煞血为盟那八位, 这八位是索尼, 奥拜, 图赖, 托尔滚, 拜阴图, 赫洛慧, 谭泰, 冷增机, 这八位。 多尔滚面对着这八位, 首先采取软硬坚实的办法。 在他软硬坚实下, 首先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拜淫图家族, 首先叛逆, 表示, 再也不知是豪格了, 坚定地跟多尔滚站在一起, 而且, 淫图的弟弟, 寡代, 很不好这个人, 马上揭发, 郑亲王, 接着哈王, 说你坏话来了, 说你什么什么坏话, 结果, 多尔滚, 找到郑亲王吉尔哈朗, 兴师问罪, 吉尔哈朗表示, 是我说的, 我说了不利于满洲人团结的话, 我对不住诸位, 我甘愿受罚, 这是五千两银子给您, 这个, 摄政王的位置, 我也不干了, 这我确实不对, 我活这么大岁数, 比你还大, 我比你大13岁这件事, 老哥哥我做的很不好, 我回家了, 他就回家了, 不当摄政王, 多尔滚想, 你不当摄政王正好, 让我弟弟多多当摄政王, 多多跟多尔滚, 这就亲哥俩当人摄政王, 这是拜因图叛变的结果, 紧接着拜因图叛叛变以后, 何乐慧也随之叛叛, 不但何乐慧这个人很坏啊, 他不但叛叛, 你叛叛就叛叛的了, 还揭发别人, 还揭发自己这八个人中间的, 这八个亲, 这个, 外把子兄弟, 一下揭发不揭发, 一个人揭发两, 哎, 他说谁呢, 图赖, 图尔滚两人, 说他坏话, 结果, 图赖图尔滚, 被削植为民, 这两个人一叛变, 那六个人顿时就打乱, 这个时候, 多尔滚与这两个人一密议, 你们这八个人, 这那六个人里头谁, 惜命啊, 这两个人说谁谁谁谁惜命, 结果转眼之间, 把他们都关掉到监狱了, 把最惜命的这两个人, 谭泰和冷增机, 关进监狱, 没两天, 是用酷刑啊, 没两天, 这俩人叛变, 当初支持豪格的八个人, 转眼之间, 还剩下了四个人, 当多尔滚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分化和打击行动之后, 我们发现, 多尔滚似乎忘了一个最危险的对手, 那就是曾经和自己争夺皇位的豪格, 这个依然有着实力的对手, 每存在一天, 多尔滚的摄政王地位就有着很大的威胁, 多尔滚会怎样做呢? 第三, 收拾豪格, 黄太阶死了, 但是新皇帝就位以后, 这个皇位争夺战中的双方都在, 豪格也活得好好的, 多尔滚也活得好好的, 这两个人都在他们的矛盾没有消除, 这种情况之下, 多尔滚在收拾瓦解了豪格手下的这八个大臣, 之后他开始对豪格下手, 先是这和尔滚会揭发豪格与他手下的土耐土耳格等人说坏话, 他说什么呢? 这豪格确实说了, 他说我看了汉人的相书了, 我现在也会相面了, 我一看, 这多尔滚是个命短福保之人, 他活不长久, 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他确实很命短, 活不长久, 他这人不应该当福保, 他应该, 说我还看了看, 说这个破法怎么破呢? 说他想, 神别当, 官也别当, 饭也别吃, 就跟他吃粗茶淡饭, 他就能活长久, 要是这样下去, 哪天值不得哪天就得死, 当时呢, 这个豪格说的, 也不知道他真看了相书了, 也不知道假看了相书, 但是他就这么说, 说了以后这不是和尔滚会, 就揭发了吗? 揭发了以后, 多尔滚就把豪格叫来, 这是你说的? 你太不顾忌, 八旗的团结了, 我再大再小, 我也是你叔叔,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是不是你说的? 是, 这就是大丈夫, 穿上那你说怎么办? 豪格当时就说, 哎, 有什么怎么办呢? 你不就想把我弄死吗? 那我就自杀完了, 各位一道, 我自己自杀, 当时多尔滚说, 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大丈夫, 自己说话算数, 各位大臣有什么意见? 拜善说, 该杀, 就是哈朗说, 该杀, 阿继格和多多大人都说该杀, 所有的, 你说你自己该死, 所有的大臣都说你该死, 那你死吧, 哎哟, 这个时候, 豪格真的准备自杀的时候, 会场上冒出一小孩来, 我哥哥要死, 我也死, 你们当皇上就了, 这皇上我还不干了, 六岁的小皇上出来了, 你要杀我哥哥, 你先杀掉我, 六岁, 好个好感动, 有你小皇上一句话, 将来我肝脑涂地, 我再不说死的事, 多儿个女儿, 我以后再不跟你交代, 我就为我这弟弟, 就为他这么懂事, 皇上不干呀, 哭啊, 闹啊, 你说不杀他不杀, 那他也哭啊, 闹了一整天, 最后是, 哎, 算是保住了豪格的性命, 但是, 虽然是普通人啊, 但是, 不当官了, 兵还你带, 你的兵还你带, 但是你就不是官, 你可以指挥他们作战, 作战完回来, 你是, 你是一草民, 人家是, 人家该拿多少钱, 该拿多少钱, 你没钱, 就一普通老百姓, 此后, 豪格真的, 对, 多尔滚是百依百顺, 但这并不证明, 心里面是福气的, 最后多尔滚是这样, 你去四川, 给我打仗去, 结果, 哎呀, 什么职位都不是的豪格, 到了四川, 平定了张献忠, 这大西政权, 而且豪格自己亲自射杀了张献忠, 这么大的功劳, 回到北京以后, 一分钱奖金没拿, 豪格没有丝毫的怨言, 就这样, 多尔滚都没饶过豪格, 1648年, 找个借口, 说豪格乱保费人, 将其下运, 黄尔滚不杀, 咱就不杀, 对, 关监狱, 哎呀, 监狱里的刑法呀, 很厉害呀, 咱就不说了, 最后豪格是精神分裂而死, 完全疯了豪格, 所以不过半年的时间, 多尔滚就当上了真正医上的第一摄政王, 此时, 再加上多尔滚, 再加上阿基格的支持,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 我说, 我们说,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 没有特殊情况, 应该公开大胆的去追求庄飞了吧, 他可以毫无顾忌的与庄飞发展点什么关系了吧,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局面可谓是风云突变, 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 大明, 大顺, 大清, 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 对于多尔滚来说, 江山和美人之间, 他到底会将做出如何的选择呢? 我们下次再讲。 多尔滚虽然没有登上皇帝宝座, 但他却成为了大清的实际统治者, 而且他还拥立了庄飞的儿子弗林做皇帝, 他与庄飞之间一切的阻碍似乎都已清楚, 他们的关系会有什么进展? 多尔滚是会爱美人还是更爱江山呢? 几连海老师为您揭示, 多尔滚统一中国失败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